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力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 世界时事多合一第一则新闻就讲讲 普京大帝即日报仇发生什么事呢 原来这个乌克兰无人机就是 飞到莫斯科 莫斯科险赏就会被乌克兰无人机 是有攻势的 结果就是 吞了它下来 这个普京大帝真是有仇必记 在乌克兰无人机向莫斯科发动攻势没多久 当然有些能源基建都是被乌克兰无人机吞中 结果普京大帝 居然 就从六个方面 进攻这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哈尔科夫州 六方面的 这个是来自俄罗斯 在北方集团的这个图 就是通过一个在亲俄网站发出来 从六方面 去进攻哈尔科夫州 哈尔科夫州的城市 即首富哈尔科夫市 就是乌克兰 第二大的 是 这个城市 也看到 杰尔斯基就相当紧张 因为现在是六面 不是 四面 是六面 现在也看到 俄罗斯 对乌克兰东部 也是有进展的 因为俄军 从六面 进攻哈尔科夫 发动地面的攻势 并且获得 小规模推进 不过之后 会有大规模推进 也不奇怪 乌克兰国防部也承认俄罗斯有所进战 因为这个地区 现在也是 战斗激烈 乌克兰派了人去增援 并且说俄罗斯使用 是 导引炸弹和 火炮 吹了边境城镇 沃尔神斯下 杰尼斯基亦在听取 在总司令的报告之后 也说 整条线 现在是极战当中 说乌军现在讨论如何加强哈尔科夫的兵力 但是此时此刻 其实哈尔科夫依然是兵力和武器是不够的 杰尼斯基亦说 乌克兰现在向哈尔科夫全面增援 并且用大炮和梅基回应俄军的攻势 乌克兰曾经警告俄罗斯在这个地区集结 没错 之前我们说过 其实他就是大军集结 当然 这个消息 也不算很多人说 不过他们就是得到情报 大军集结结果真是哈尔科夫肉手 六面埋伏 姬爷当然 杰尼斯基肯定要应战 始终是国家领导人 他也说 现在在那里集结 现在正在发动攻势 或者採取某种策略转移 和牵制乌克兰其他部队 他也承认乌方的军力早已经捉紧见爪 杰尼斯基也说过 现在俄罗斯可能准备今年春天或夏天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结果一语成忏 他也告诉记者 基赴军队已经准备好 继续对抗俄军 也知道莫斯科会派遣更多的 兵力 前往哈尔科夫 白宫也说 美国一直 和乌克兰 对俄罗斯对哈尔科夫的攻势进行密切的协调 他们 国家安全 发言人John Kirby 也说俄罗斯人肯定 是有 可能准备对哈尔科夫发动更大的攻势 其实这也是废话 否则他为什么会进入这么多兵力 是吗 这也是废话 当然新一轮攻势 也让扎尼斯基看来 这次他就担心了 扎尼斯基也说 俄军 在这个地区一直 都是调动突击队 亦说乌军指挥部早就知道他们会发动大型攻势 但没想过是六路一起来 六边一起进攻 现在哈尔科夫方面 真是一场全线激战 原来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俄军 亦发动猛烈攻势 最少两人是 没有了 还有五人受伤 当然哈尔科夫州的州长 西涅古波夫 他之前也说过这次的攻势对于 这个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史 其实 暂时未去到哈尔科夫史 但是 之后就不知道 虽然哈尔科夫 距离俄罗斯边境不够三十公里 但是在俄军第二年 是 年初全面入侵前几个星期 当然 他攻占后来也拿回 应该他本来就拿了哈尔科夫的地方 但是后来乌军就拿回很多地方 结果 这一年 俄军占优势也挺明显的 我说哈尔科夫 是大部分地区 现在看到 俄罗斯 这次进军哈尔科夫也被称为开辟新战线 乌克兰仍然缺乏武器 俄军 在过去一周 继续利用机会之枪取得微小的战术进展 乌克兰 几个星期来首次收到拖延已经很久的美国军门 乌克兰的报告也说 俄罗斯 现在在北边集结更多的兵力 有潜在的大功势 在这种紧张状况之下 欧洲就寻求加强 乌克兰自身的防卫能力 帮助国防工业基础 确保 盟友之间政治问题 不会干扰 武器的交付 俄军也成功地偷襲 奥切雷达恩 的乌克兰首军 这个村庄其实是位于 俄罗斯人在与份占领的 阿夫迪耶夫卡以西 原来以西这个地方逐渐建成一个突出步的细端 4月下旬 他们也利用 乌克兰防守营 是替换执行不力的这个机会 因为他打算换一些人 结果是有过 时间差有些人未到位 结果就是进入了 奥切雷太恩 也是 当然他也是有抵抗 但是 后来俄罗斯也宣布 奥切雷太恩在5月5日冬正教復节 那天就已经 陷落了 卫星图片似乎也证实了这点 这个乌军也没有反 也没有反对这种说法 也没有否认 证实了这点 因为三天之后 俄军军队就向 村庄以北推进了4公里 即是2.5英里左右 并且 向他的南部抗展了战果 巩固了他们所得 另外 这个 是 国民卫队队长 赤尔尼亚克就告诉维埔 其实俄军 的部队是通过 质液攻击乌克兰 是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人 缺乏施工人员 而花费了太长时间 去挖掘防疫公事 这一点就给 俄军有个机会 另外俄军也在 在杂波罗尔西部小镇 在罗伯 贵涅巷战当中 取得早进展 乌军 亦在去年的反攻中 重夺这里 但现在又被 罗军拿回 他们亦是吞併了 劳金斯克的一个村庄 叫 是 洛玉塞尼夫斯克 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绍伊古亦说过 自从今年以来 他们已经 佔领了乌克兰 大概547 7平方公里的土地 是有进仗的 当然之前也说到 西梅、台梅、陆梅 也说这个俄军不够 其实这个 美国也证实了 今年以来 俄罗斯是佔多了地方 整个星期他们也打算 夺回蒂列伯河三国洲 这个涅斯特里加岛 但未成功 他们曾经在这个岛 是 骚扰右岸的乌军 但是乌克兰在4月28日也成功夺回这个岛 南部 部队的发言人 他们接受访问时 每天都发生多起的 动手事件 即攻势 当然我相信俄军 现在 接近哈尔科夫 即是大军压境 也是令到乌克兰很担心 因为乌克兰也说过 俄军已经在边境以北聚集了3万5千兵力 并且在月底或6月初 就会去到 乌克兰现在去哈尔科夫 是先头部队 乌克兰的军事观察家 亦预计可能不知3万5千兵力 是有5万兵力那么多 乌克兰的议员亦告诉西梅 乌克兰在他国家北部部署了几万人 远离活跃前线 现在没办法 马上要吊派兵力回到前线 乌克兰总司令 失业司机也说他们现在向 活跃前线派演更多 急需的火炮和坦克 支援在北方的军队 但是当然还没够 现在 最新的消息也说美国再次 紧急 给乌克兰多4亿美金 给乌克兰 但这条数 其实 有点迟 而且这条数不是很大 现在哈尔科夫 就相当困难 我相信之后也可能有 其他地方会沦陷 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也说哈尔科夫 在几个地方是有激烈的 有激烈的战事 好像是鲍里索夫卡 还有 是克拉斯诺耶 还有是 贵普贵夫 俄罗斯方面由北方集团军 证实了 原来六面进攻 进攻已经发起了 现在慢慢进入 利普齐 还有 这个说这个 以前 是克拉斯拿了 之后乌克兰拿回 这个 沃尔唱试 现在我相信还有一场激战 但是现在的俄军 好像首先领先了一点 这个不是我说的 西媒说的 其实乌克兰官员也表示他们需要更多的西方援助 而且要快点到达乌克兰这块土地 其实拜登在4月24日就签署了 这个补充支出法案成 为法律 国会花费了六个月时间才批准这个法案 但是对于准备交付10亿美元的武器时间长度 大家有分歧 大陆发言人 Sabruna Sink 他说 物资已经 有时在几个小时 甚至有一两天内到乌克兰 但其他有些 拜登 也说签署法案6日之后 乌克兰总统扎尼斯基 已经表示 我们在等武器 令人废解 纽约时报曾经说过 4月28日第1批 反弹黑火箭炮和导弹 还有15毫米口径火炮 其实已经临时 很假设他临时到达乌克兰 到了就到了 在美国国会阻撓期间 乌克兰的盟友继续向他输送军备 但跟美国比差得很远 因为自从 冷战以来 欧洲的国防工业已经萎缩 乌克兰去年12月就开始实施建立自己的工业基础战略 并且邀请西方投资者 但现在战争当中他们也不敢投资 最怕被人轟了 这个也很正常 看回库列巴亦是荒包车人 乌克兰外长说你不帮我们 你就会被俄军搞 其实我不相信 俄罗斯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资讯 知道某些底线不踩 当然 俄罗斯底线可能就是 北弱 乌克兰当然是北弱 当然俄军现在对哈尔科夫 这个边境地区发动攻势 与此同时 扎尼斯基也说到前线很严重 原来 俄军用了是飞机 装甲车 当然是其他火力 还有就是暴人机 原来当局 已经被逼从这个地区疏散了 几千人 其实战前在这个地方有17000人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那两个地区 就是 欲夫昌斯克 乌克兰也承认 攻方部队 俄军在 欲夫昌斯克附近推进了 一公里 他也表示对方现在尋求 令到乌克兰军队退后10公里 作为他们的缓冲区 当扎尼斯基 他也表示 乌克兰 六军总司令 失业司机告诉他 长达1000公里的前线 现在全面都在 爆发着战斗 所以相当危险 希望西方快点找些东西 哈尔科夫很明显 近六个星期哈尔科夫的局势都升级 而且 很多基建都是被轰 之前你打算轰俄罗斯的炼油厂 也打算轰俄罗斯 用无人机搞穆斯科 结果普京大力一天内就向你反击 一天内就向你反击 救援和消防队每天都处理这些 是空中攻势之后的清理 这些空中攻势也导致很多地区因为发电厂被毁而持续停电 乌克兰方面最近也承认 他们国家 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的前线出现恶化的现象 俄罗斯控制了更多的穿落 包括另外一个就是 克拉马托尔斯克 美国的援助究竟什么时候 现在他们正在准备4亿美元的新援助 但是这个数字其实也不足够 他不会一次过给你600多亿 这个也很正常 这个就是第1则新闻 第2则新闻讲一下这条流利 就是英国外交大臣 也是前首相 就是卡梅伦 卡梅伦就说不跟美国了 那是什么事 其实他不跟美国 也显示了英国 美国的角力和美国差太远太远 那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 他就说英国是不会跟进 好像美国那样延迟 是向以色列转门的 理由也遭到人责疑 原来 以巴格继续是冲突 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战协议 就是没得谈 没得搞破局 拜登也表示 将会停止提供以色列军备 因为担心这些军备 就是用在拉法 但是美国的亲密盟友英国 他就不会跟 他们外交大臣 也是前首相卡梅伦 他亲自解释过中原因 卡梅伦接受媒体访问时 英国不会停止向以色列出售这个军备 并且表示 英国的立场和美国没有可比性 而美国已经暂停了 运送到以色列的军备 但是因为英国并非 是供给以色列 最大的国家 供给以色列武器最大的国家 它的份额很小 证明它很小 他就说 我们 对以色列的出口 占它的进口量不够百分之一 特别 美国是很大的 小的话你应该都停 其实你小的话应该早过美国停 另外他也提到 英国不支持以色列对拉法进行大规模的入侵 除非看到以色列 保护平民的话 同时英国也在过去一个月重新了这个立场 不过 他并没有 多加苗绘 怎样 是惩罚以色列 如果他们踏了红线 怎样惩罚 他没有说 但是 以色列的地面入侵 亦被很多人 被很多国际组织 认为违反国际人道法 当然卡梅伦不理 看卡梅伦的说法 就受到人质疑 无论你供给他武器多挂 这个不是重点 问题在于这些武器 是会引发冲突和拉低平民 可能会使英国冒着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风险 英国五外交官也说 伦敦 即将对武器销售和这些武器的 可能被使用在某些严重的 动作当中 会评估 但评估的结果是怎样? 没人知道 我觉得他这个评估也是吓人的 这个卡梅伦 英国人也经常吓人的 我觉得他 另外他也觉得自己是弱 其实他比较1%那么少 他说我很少 为什么叫我停 出售武器当然是有钱赚 他连这些钱他也想赚 就是少少他也赚 这个就是 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说一下这个 这个阿租 这一年阿租也挺麻烦 就是拜登 拜登现在发生什么事? 原来拜登 他就是 罵特朗普 其实当时是走数 因为之前特朗普年代 台湾有钱的郭台铭 跟特朗普开过会 特朗普 当然也是懂得马云 之前 傅士康在美国 撤厂 彰显了特朗普的政绩 但是拜登就说 不是 说大话 傅士康在美国 起厂是个骗局 亦是 酸Q在威州 拿着 金铲动土开工 世界第八大奇迹 自称为特朗普 世界第八大奇迹 傅士康这间厂 其实 这是骗局 拜登就在 摇摆州份 威斯康辛州 宣布微远将会在当地投资33亿美元 建设AI 人工智能 资料中心 亦创造几千个就业崗位 当然 他肯定 是说特朗普 他说红海之前会斥资100亿美元 在那里起厂 拜登就事实证明 傅士康 是一个骗局 是他原话 拜登就和微远的 现任总裁 Brad Smith 一起出席在威斯康珍州 技术学院的活动 Smith先生的史密夫先生就说 微远就会斥资33亿美元 在威斯康辛州 在拉辛郡 建立AI治疗中心 同一地点 原来就是特朗普17年宣布傅士康 投资100亿美元兴建 在超大型面板厂的地方 18年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就和特朗普一齐 用金铲 动工 开工 动土开工 特朗普就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但是在2021年 富士康 只是在那里投资了6.72亿美元 创造了1454个 就业方位 而不是当时说的100亿美元和13000个就业方位 这个投资大大缩水 其实是川普和郭台铭说 Terry 郭台铭叫Terry国 就说 吹一下水吧 大家一起做个样子 骗一下选民 钱你不用付那么多 最主要是做大它 发大它来说 拜登也说 他的政府会遵守承诺 他的前任赤字特朗普曾经作出承诺 但是他的落空的承诺 比现更多 有很多走数 在他任内 拜登说他作出的承诺都可以履行 不是 这个阿里桑拿厂就做不到 这个台积电阿里桑拿厂就迟迟未开工 史密夫作为微软的头 他计划在2026年就会投资33亿美金 利用AI促进制造业 到了2030年前就会培训超过10万名威斯康生州人 帮他们做未来AI的能手 白宫表示这个投资 起码产生2300个工作岗位 未来创造2000个永久工作 拜登上台后 拉辛郡也增加了4000个工作岗位 而特朗普年代就损失了1000个工作岗位 这个也是拜登今年来第四次造访威斯康生州 这个州份被称为七大摇摆州份之一 红海曾经说过威斯康生州 仍然是伺服器的重要制造基地 从2020年以来威斯康生州的厂 其实就业人数至少增加42% 红海集团除了支持威斯康生州的科技创新之外 亦协助当地的厂商建造全球一流的基建 更加是拉辛郡最大的纳税人 投资规模是10亿美元 他说的是10亿,没有100亿 当然选举的时候大家互怼互吵都很正常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多谢各位再见 在这节目节目前往前摆 这下方摆ゴ 摆,看 这个下方摆 这下方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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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齐看看 是不是 我去那边 老 2015 下方摆 这下方摆 这下方摆 这下方摆ается 这下方摆 你